深夜全村人都不睡觉 全部守在一个摄像机前面 摄像机正对着黑漆漆的山坡 只为拍到一个熟悉又恐怖的面孔 村里人最近被这东西搞得精神崩溃 每到夜幕降临 村里山坡上就会出现一张脸 脸部轮廓非常清晰 就这样一直盯着整个村子 很多人自从见过这鬼脸后 每天都做噩梦 村长说山坡之前就是墓底 到现在还有好几座坟墓 已经不知道墓主人是谁了 大妈还说在她小时候 山坡上就发生过一气惨案 一家三口惨遭灭门 村民都觉得 肯定是那个心怀怨恨的人来锁命了 来到傍晚 节目组对着山坡架起了摄像机 准备全程记录 村民都聚集在摄像机前面 都在等那张脸出现 天渐渐黑了下来 那张脸也准时浮现 有鼻子有眼的 像是一个男人的脸 村民议论纷纷 越说越离谱 摄像小哥壮着胆子 决定近距离多角度观察 走到鬼脸的位置却只有一棵大树而已 稍微拨动下藤曼 这鬼脸的形状一下子就变了 换了几个角度再看 一下子就明白怎么回事了 原来这鬼脸是路灯照在大树上形成的阴影 对称的阴影就成了眼睛 树干成了鼻子 藤曼就成了脸的轮廓 一切都是错觉而已 知道真相的村民终于松了一口气 说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一张笑脸 感觉可爱多了